大家好 我是Jay 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下Tosla的走势 今天Tosla是出了 这个第三季度的交付数据 直接直播了一起盘中更新 以后会有多一点这种盘中更新 去讨论一下 盘中是有些什么样的消息面 影响这个走势 毕竟今天大盘走得 非常的分化 纳指走强 然后道指和标普就震荡的比较厉害 今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也是做了一个 不是直接的就是他一个人做的这种演讲 而是这种讨论会 然后对这个市场 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考量的 虽然这一次的讨论会 也没有看到对股市太大的一个影响 更加多的 就是对吧 有那有那一个随时可能会发言的一种可能性 摆在那里 就是跟这个加息的步伐有关系的 但是确切怎么样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来看一下吧 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一个特斯拉 特斯拉的交付数据呢 是不及预期的 华尔街的预期呢 是在45万 之上的 结果出来的时候呢 是43万5 所以在这里 因为是没有符合这个预期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低开的 低开这一边呢 然后呢就变成了是高走 咦 这又是 啊 沿哪一处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一边的高高位呢 基本上都已经到了254了 也就是周五的这一个啊 高位的这个附近啊 所以峰回路上 直接就冲上去 收盘的时候呢 基本上还是冲到了250之上 因为尾盘的时候 大盘又是再一次的啊 往上去冲了一下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啊 非常的有意思了 虽然在这里啊 那个第三季度的这个交付数据 对特斯拉来说的话 是不及预期的 但是在这里啊 我在之前的复盘视频呢 是有提醒过 只要它的标注还是写着 全年的180万辆车的这个目标呢 没有改变的话 那应该问题不大 毕竟在上一个季度的财报 第二季度财报呢 已经提醒过了 在这里呢 因为工厂的升级 会影响一下这一个产量 和这个交付这一边的 所以其实这个预防针呢 早就已经打过了啊 而且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看到股价在财报的时候呢 啊跌了也是很多的 对吧 单天是跌了超过9%的 在财报之后 当然这也是有毛利润的这个影响 因为啊 因为那个降价的那个问题嘛 啊 以后可能还会再降价 所以就一直担心那一点 我们就看到财报之后 其实把这些 渐渐的都price in了 所以其实第三季度啊 交付数据有这样子的啊 一个结果来说的话 啊 我觉得在一定的可能性 就是大家也没有啊 过于的去太看好这一个 这一次反而是花街 比较是看的比较高一点啊 啊 在这里呢 就看一下花街 会不会去改变一下 全年的啊 第四季度的imply这个consensus 根据这个Gary Black的啊 这个基金管理者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更新啊 51万2 51万2 啊 在这个就比较多了 因为这一次的交付呢 是43万5啊 43万5 所以下一次51万2就 如果是这种估计的话 那真的是有点多了 其实不需要这么多 大约476万左右啊 其实就能到全年180万的这一个目标了啊 1.8 million 所以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去到啊 确切的这个数字呢 我可以看到Tray这一边呢 是已经准备出来了 其实Tray这一次的啊 预计啊 这一个估计呢 非常的接近啊 生产这一边非常的吻合 42万8500 我可以看到实际出来的是43万 所以它的预期还是挺接近的 这次博主的这一些 跟它博主一些的这一个预测呢 还是挺准的 啊 交付来说的话啊 就可以看到啊 比预期中呢 是啊 没有符合的我们可以看到实际出来 43万5左右啊 它的预测呢 是44万1 偏差6000 也就还好啊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来说的话 其实每一次降价啊 看起来百分比是比较大 但是减的价格呢 是在model S和model X上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啊 model S和model X的产量呢 15000 13000 啊 产量和交付来说的话 产量是13000 交付啊 15000 大家可以看到model 3和model Y呢 才是它交付的主要的这个对象 41万9 所以 其实它每一次减价的时候啊 不一定就是降价在这种销量啊 非常好的这种的车的上面 有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拿到进一步的 政府的这一个补贴 EV credit呢 啊 就帮助这个买家这一边 这样子特斯拉的价格呢 更加的有竞争力 所以有那一方面的考量的 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大盘的这一方面 这个新闻 一会儿我会去讨论一下那个特斯拉 后期的这一个走势的啊 在这里呢 Gary呢 也是有更新一下 自己这一个第四季度的啊 一些的这个catalyst 我们先把这里啊 去复盘一下吧 啊 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 他把UAW 也就是罢工的这一个啊 作为催化机的一点呢 给去掉了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对于股价有太多的加持的一个帮助 啊 但是啊 肯定是首要的来说的话 就是Cybertruck Delivery Event 战车发布会 今天呢 啊 我们是啊 网上呢是有流传这一个战车呢 正在测试啊 如果撞车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 撞到墙上面去 那个墙嘛啊 在照片里面是基本上没有看到的啊 但是看到车撞了之后呢啊 这整个啊 那个driver cabin这一边呢 还是保护的非常的好 保护这一个司机 啊 所以我们也看到之前甲骨文这一遍 Oracle对吧 啊 看到啊 是有意把这一个战车呢 有可能变成以后的这种一种警车啊 所以之前我们做复盘的时候 也拿那个错过期的这个封面啊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炫酷 啊 之后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再看吧 但是战车发布会来说的话 本来马斯克上一个预期呢 是啊 Q3啊 但是来到这里呢 最后呢 还是来到了这一个啊 第四季度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今年能不能看到这一个战车的发布会 相信也不远了 毕竟啊 拍卖会10月7号这里啊 就会去卖出一部2024年版本的这一个啊 战车cybertruck啊 所以那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是啊 给留了一个位置 然后去可以直接去claim一个战车的 还是他有一个啊 已经是做完的 这个就啊比较是有意思了 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如果战车发布会 没有先发布的话 啊 另外一个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利好 就是啊 自动驾驶的这一个许可证 到底什么时候啊 会有第一个这个deal 啊 当然现在福特那里啊 一直是传闻最大的一个 但是现在在罢工嘛 所以啊 那个是首要的啊 财财物来说的话 肯定也是有点紧的 另外就是稳定自己的这个毛利润 这个我们在啊 10月18号的这一个特斯拉的财报呢 我们是啊 应该能看到的啊 看到一点这个进展的 毕竟这一个指的是啊 第四季度这一边的 就是看一下能不能稳定下来 啊 其余的来说的话 相信大家应该看到了这个全年 特斯拉100亿的股票回购 这个我就打一个问号了 上一次现金流确实不错 但是这一次季度财报 我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真的是 有这一方面的考量啊 另外的就是FSD Alpha对吧 啊 V12的这个版本 Level 4啊 那个是 第四级的啊 自动驾驶 在这里呢 目标价格给的是320 在未来的啊 半年到一年 嗯 在这里呢 Web Bush的这个analyst Stan Ives呢 也是啊 上了CNBC 继续维持了啊 特斯拉的这个350的这个目标价格 啊 说到这一个另外一个股价被维持的 刚想去说Rivian的 因为我们在说电车呢 但是英伟达呢 啊 股价今天也是啊 大涨 虽然被大盘拖累了 特斯拉跟英伟达今天真的是被大盘给耽误了 啊 因为那个大盘今天就是走了一天的这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非常的分化 啊 纳指走强 然后道指和标普呢 就一般般 啊 英伟达是得到了这一个高盛的加持 啊 摆在了这一个America's Conviction list 啊 美国的这个信仰的这一个 啊 单子上面 然后是啊 把它提高到这一个buy rating买入评级 目标价格呢 摆在605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啊 英伟达就算就啊 就算今天涨上去之后呢 那个股价呢 还是在500之下的 在450附近的 所以这里啊 离这个605的这个价格啊 还是有一段啊 一段距离的 好 一会儿我会去分析一下那个英伟达股价的 我们先继续来说一下Rivian 啊 Rivian的这一个交付数据呢 也是非常的亮眼啊 我们看到Rivian呢 是不断的 对吧 生产9300 啊 这个是啊 2021 2022 2023 这一边 如果我们去看啊 这个区别的话 对吧 然后这里红色的呢 是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今年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年来说的话 啊 这个产量呢 总算是上去了 Rivian总算上到了这一边 16000 啊 第二季度呢 是啊 接近14000 然后第一季度是9300 所以涨的是非常快的 啊 交付数据来说的话 7900 对吧 直接到了15564的话 翻了个倍 啊 从第一到第三季度 所以是非常的好 但是Rivian的股价跌了 Why 为什么啊 交付数据这么好 还是要跌呢 因为Rivian的forecast 预期没有把自己的全年的这个目标 52000呢 这个生产的52000的目标呢 提高啊 然后这里啊 就是这一个全年的目标 没有被啊 没有被这个提高去交付的话 那么那个我们就看到花钱这边就不是这么喜欢这一个消息面 所以这个股价今天是被打压了啊 不是交付数据不好 是画大比画的不够大 呃 在这里Rivian 其实historically 历史上来说的话 给的都是比较啊 保守一点的这一个预期啊 所以到时候预期啊 到时候实际比预期还要好的话 那可能股价还是会得到加持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生产线呢 也是渐渐的起来了 但是大家刚刚也看到了 特斯拉的一个季度交付的是四十三万五 而那个Rivian现在交付的还是一万五一万六 所以还是差的比较远 现在特斯拉我觉得主要那个竞争对手的话 应该是比亚迪啊 这个是Neck & Neck 特别是在国内这一边 啊 但是在国外市场来说的话 那个海外市场来说的话 那个特斯拉啊 基本上呢 就是啊 还是啊 一马当先的 好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大盘 啊 大盘来说的话 啊 今天一度呢 是进入了这个极度恐慌的 因为我今天在盘中做直播更新的时候呢 当时是跌到四千二百六十附近的 应该在四二六二 啊 然后当时我就是说啊 如果这里呢 能做一个啊 双底的话 就有可能尾盘又跑回去 四二八零啊 四二九四的这个区域里面 本来都觉得比较悬了 因为其实大盘今天整体来说的话 都比较是啊 低迷一点的 本来就以为那个跑不回去了吗 结果最后的这一个十分钟 因为现在VX恐慌指数非常的高 啊 我看到那个大盘呢 是直接是飞起来了啊 直接飞起来了啊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日内的这一个W的这一个底部 就是看明天会怎么走了 这里啊 两根线基本上是尾盘冲出来的 从这一个四二七四呢 直接是到了四二八八左右 如果你在这里上了一个call的话 啊 我在群里面今天有po的 零点四到就翻了二十倍差不多 但是这里是最后十分钟比较难控制 而且到了最后两小时 特别是末日的啊 末日期权的时候呢 啊 券商是有可能把你直接会平掉的 所以这个大家是要注意一点的啊 但是这个W还是走的是非常的完美啊 啊 如果当时去看的话啊 为什么知道这个W出来的时候 这里power hour的时候 也就是收盘前一个小时 有可能会涨一波呢 对 因为这里是有RSI背离的啊 也就是代表对吧 指数呢 是在一样的这一个价格 在第二个W的这 在第二个底部这一边 但是RSI已经上去了 所以尾盘就会给出一个非常好的 做多做call的一个信号 来到这里呢 我看到五分钟的线呢 MCDX这一边呢 是有些主力探头 但是没有太多 今天主要拉不起来 也一直走这一个震荡的走势 就是因为啊 主力进来冒了一下炮 结果呢 走掉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还是绿色的散户比较居多 所以在这里呢 今天就是一直在震荡啊 另外一边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去看恐慌指数的话 啊 因为大盘做了一个W 那恐慌指数倒过来的话 M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是有个M头的 啊 暂时来说 旗指走的不是这么的漂亮啊 所以有可能被否定掉 但是如果明天啊 是啊 旗指能收回来的话 然后在这一边VX是继续破位的话 这个利好大盘 那么周二就会走这种少数 今年周二看到的这一种啊 反杀的这一种的行情了 那么上一次我们是什么时候见到 像那个周二走的比较好的一个大涨的行情呢 啊 上次Jotes就业数据的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 那么明天有什么报告会出来呢 这个Jotes的就业报告啊 同一种的情况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Jotes的就业数据呢 啊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又能带领一下大盘往上走啊 这个就会非常的有意思了 啊 今天另外啊 一些观点呢 就是在能源啊 还有那个锈金属的上面像黄金白银的啊 因为美金走的实在是太强了 影响了 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走势 在这里我们看到 DXY USDollar Index呢 都已经差不多跑到了 107了啊 这里还在涨 所以我们就看到日本这一边呢 是时刻的关注着USDJPY 日本啊 这一个美元对日元的这个走势啊 然后这个150呢 USDJPY来说的话 是一个关键的点位 上一次日本就是在这里做这一个干预的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就是看啊 美金会不会最终呢 被这个日本的干预呢 去打压下去 这一会儿来说的话 国债利益呢 也是继续是持强的啊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10年国债利益呢 已经逼近5啊 这个5是非常啊 对10年国债利益来说的话 非常高的一个啊 完整数的这一个点位啊 但是10年可两年的这个倒挂呢 因为两年的这个利益 反而是没有涨的这么快 我们看到倒挂被消除的非常的快啊 现在跌到只剩下42了 经过今天左右啊之后 所以这里是消除的比较快 说到这一个大宗商品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呢 是继续的在暴跌 跟白银一起 这里黄金已经下探到了1838 做空黄金的是DUST 做多的是NUGT 啊 Silver来说的话啊 其实盘中是跌的比黄金还要多的啊 可以看到这里呢 从23.5呢 是暴跌到21.095 没有太多其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啊 美金太强了 所以就没有啊 直接把那个现金留在美金里面 就不用去转换成黄金白银去啊 避风险 因为在这里市场啊 来说的话 也相对来说是一个低的位置 毕竟标普500指数的200日均线呢 是在4200附近的 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离支撑还是非常的接近 做空呢 对吧 我们现在还是在4300之下的 就是那几十个点 但是往上的话啊 对吧 我们往前面的这一个高位去看的话 是在45004600的 往上的话是两三百点 或者更加多 所以啊 这里的risk reward ratio 来说的话 就会比较有利于去那个做多 而不是就是啊 去看那个指数 究竟会不会破自己的200日均线 毕竟200日均线来说的话 啊 对于任何的啊 股票特别是指数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 啊 这里会有很大的一个多空博弈的 这就跟牛熊的分割线非常的像 啊 举个例子 像IWM 也就是罗素2000的小盘股的这个指数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根红色的日线呢 就是200日均线 这里是防卫了非常多次的 然后基本上呢 是啊 做了 做了最后一个肩膀 头部肩膀呢 才开始gap down 破位的 在这里呢 很多人在关注罗素 什么时候转弯 嗯 其实 very straightforward 我觉得 因为IW和XBI呢 都是在看标普和道指这一边的 特别是标普 就是什么时候大盘能起稳呢 那么就可能转弯了 今天最好的一个现象呢 就是啊 这一个QQQ啊 这一个NASDAQ来说的话 啊 非常的强 因为今天七强呢 啊 还真不是赖的啊 我们看到今天七强走的都是 全部都是绿色的 特别是苹果 微软 还有英伟达呢 起到了这一个护盘的一个作用 我们看到啊 Adobe呢 在之前连续的跌呢 今天也走得不错 但是在这里避风险的情绪还是有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涨的是哪些股票 Costco啊 辉瑞 还有这一个联合健康呢 都是拿来避风险的这种的股票 特别是联合健康和Costco 所以这一边是有资金流进去的 虽然这个consumer defense的板块 也就是零售店啊 我看到Walmart Costco呢 都是涨的 但是还是没有人买Target 大家可以看到Target继续的跌 今天跌了3.5% 对他来说的话 也不算小了 另外一个被这一种高利率时代打压的股票 然后如果有这种经济刷肉预期 业务会减少的话 就是大银行了 我们可以看到银行来说的话 今天走的非常的弱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像Wells Fargo 富士银行直接跌了3.06% 美银跌了2.48% 花旗也下去1.53% 但是整个板块呢 就相对来说呢 走的还是非常的弱 投行也没例外 可以看到Morgan Stanley 还有高盛呢 也是双双的跟Swap这一边呢 是一起的往下在走的 今天也基本上就是七强呢 是在护盘亚马逊特斯拉这一边去走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个 今天是有人在问就是 其实这里港股也是在盘中 今天港股走的非常的差 所以旗指这一会儿 在4280附近在晃荡 但是今天有人在问这个NEE 有很多人在看 这个Next Era 为什么就是今天盘中跌了这么多 Next Era这个Energy Incorporated 这个Stock 这个股票来说的话 是一个 今天的这一个能源公司NEE呢 这个大跌呢 是因为它的这一个子公司 Subsidary NEP Next Era Energy Partners呢 这边是往下在走的 但这两支市值完全不一样的考量 这个是1055亿 也就是NEE 它的子公司NEP呢 是23亿左右 但是大家看到了高分红 13.8 今天盘中一度跌幅度来到18% NEE呢 也是一度触发这一个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应该是有跌到10% 如果因为它跌幅超过10%的话 就会触发这一个 Short Sale Restriction 做空限制 所以就看有没有的这个反弹 这个分红是在3.59左右 但是NEP这一边呢 是把自己的分红给调低了 另外就是现在是高利率时代 去做融资呢 就非常的难 特别是对于这一种呢 就是去做Renewable Resources 的这种的公司 因为这种可再生资源的公司来说的话 本来就是需要比较 比较多的这个融资 业绩没有这么好的话 分红呢 肯定就会少一点了 然后高利率时代呢 对吧 进一步的就去打压了 这一方面的概念 加上油价今天来说的话 也是走的是非常的弱 今天能人板块 是拖累这一个道指的 我们如果去看一下 对吧 对于这个石油的头条的话 Oil Tumbles 2% to 3 Week Low 跌到了三个星期最低点 这个油价 一来呢 就是因为刚我有讨论的吧 美金走的是非常的强 另外一边呢 就是Profit Taking 为什么要Profit Taking 要止盈呢 因为周三呢 就是会有这个OPEC决定 但是OPEC这一边是说 觉得想看到多一点 这个石油方面的投资 觉得需求还是挺不错的 主要呢 就是看这个OPEC家 因为OPEC家里面呢 还是OPEC Plus里面呢 还是有这个俄方 还有沙迪阿拉伯的 所以这个非常影响 这一个油价这一边的 这个控制啊 但是这里呢 BBC可以看到OIL的 这一个OPEC Plus这边的 这个Leaders是去说 这个高的价格 有可能是Prolound 也就是有可能是 维持一段时间的 究竟怎么样 我们就去看一下 周三开完OPEC 开会出来是 是不是跟之前一样 继续的去减产 但是一个强劲的美金呢 还是比较是利空 这一个石油的价格的 我们看到大宗商品呢 今天还是被打压的 就是看什么时候 这个日本呢 会开始去有所行动的 说到这一次政府关闭 总算是被Averted 也就是被避免了 但是我们知道的 这一次这个Speaker啊 众议院的这个发言者 这个Kevin McCarthy啊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Republican 那个Matt Gates 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 是直接呢 开始引发这个投票呢 去把这个McCarthy 去从这个Speaker 这个办公室里面呢 是挪走啊 因为大家知道的啊 我也有去讨论的嘛 就是这一次要通过 这个法案呢 是需要有Democrats 也就是民众党是支持 才可以去通过 这个法案的 所以来到这里 就非常的矛盾 然后我们就看到 共和党这边 这个Matt Gates呢 就直接去开通 这个投票了 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看一下吧 但是把那个 众议院的这个Speaker 给挪走啊 还是比较难 做到一件事情的 之前来说的时候啊 对吧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做这个Speaker 非常不容易 之前那个佩洛西 也做了不少年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 点位的这一个 这个走势啊 我们先去看一下 那个大盘 大盘来说的话 现在就看 能不能走回去 这一个隧道里面去啊 因为之前我有讨论过 在那个周线级别呢 现在就是需要走回去 这个长线的一个隧道 但是这个隧道来说的话 是有一个 有一个问题的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今天这一根蜡烛呢 走的不是这么的漂亮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呢 我是希望 他可以做一个 类似于morning start的 这样子回去的 但是这一周开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离隧道有差一段的距离 所以如果明天周二 走强一点的话 这一根周K呢 还是可以改变一下 看能不能进一步的 往上去走 但是如果啊 他这个周线啊 收不回去 这个上行的隧道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隧道就是 基本上是被走破了啊 在这个时候呢 就要去考量了 他会走横盘呢 还是会继续的破位 往下去找均线的一个支撑 这就变成是一个悬念了啊 来到这里呢 一定要守住的一个点位啊 我个人感觉呢 就是200日均线呢 在4200附近的 但是继续去补缺口的话 是在4220附近呢 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了 这个我每天会更新一下 去跟大家去看一下 这根蜡烛到底收不收的回去 啊 反正后面还有好几天吧 明天才周二 这个周五呢 才会把这一根周K去关掉 看最后的那个形态 是有没有收复 这一个上行的一个通道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XBI XBI对应的呢 是LABU LABU是三倍做多啊 这一个生物科技股的这个杠杆 而一对一的这一个呢 就是XBI XBI来到这里跟IWM一样 这个生物科技的指数 被非常多的人在看着 因为这里离之前的前D65附近 是非常的近的 就看什么时候啊 大盘能筑底呢 这里也是能再次起来的 这里想走的就是啊 双底的这一种的姿态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做一个反弹 当然在这里再次往上的时候啊 也就是代表市场可能多一点 risk on啊 不是避风险的这种情绪了 可能就能再一次上去 但在这个之前啊 还是有点悬的 好 来到这里 我们看到那一个旗指呢 这一会儿是上来一点了啊 都已经恢复到4285了 只跌0.07了 所以这里还是有希望 但是美金走的实在是太强了 今天最奇怪的就是 10年国债率呢 一路的在标 但是科技股呢 就一路的也一起的持高标 然后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幅度啊 因为今天一天还是收率 然后收的幅度啊 对于对于像英伟达来说的话 还是算是比较多的 那么英伟达来到这里呢 是一个关键的点位 50均线啊 50均线 明天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跑到上面去 50均线就在49.42 今天收在447.82是没有突破的 但是MACD金差 RSI呢也要突破50 到时候就是看能不能过去了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跟英伟达呢 是同并相连 50均线同一个地方 上周五呢也是给出这一点的 251.06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 多空博弈 RSI也正好在49这一边 MACD呢也是一个小的一个金差的趋势 这里估计就是一来呢 是等10月18号的财报 对吧 所以他在这一边就是小幅度的在波波动震荡 另外就是在等Cybertruck战车的这个发布会 到底能什么时候出来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呢 走一个小幅度的一个波动 主要呢就是为了在在等这一个时间 好 今天呢最后一个我们去看一下的就是Rivian Rivian来说的话 今天跌了 但是没有跌破50均线 50均线在23.14 蓝色的这根线 所以这根均线没有破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进一步的冲高 往28这一边进一步去走 好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早盘这一边呢 应该还会有一个更新的 我会讲多一点关于点位这一方面 所以大家记得分享 订阅点赞不要错过我的更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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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